彭冠英和王楚然主演的,听说你喜欢我,终于开播了,前六集剧情概括,阮刘正精心打扮一番来见宁志迁,没想到人家宁志迁却是带着未婚妻来官宣的,这场面,有人欢喜,有人心绪却稀碎啊。 意外频出,宁志迁被未婚妻抛弃后,阮刘正表白师兄,师兄怀着忐忑心情见了岳父母。 宁志迁和阮刘正闪婚,闪离原因是新婚之夜闹误会了。 多年后,两人在相遇,宁志迁和阮刘正这闪婚闪离的后遗症还挺有意思的。 宁志迁下班回家,走到小区楼洞门口,将背着的帆布包打开取出饭盒,把阮刘正给他送的满满一盒饭给倒进垃圾桶里了。 这一幕被正好出门的阮刘正给看到了,两人尴尬得对视片刻。 回屋后,阮刘正指出,其实宁志迁可以直接跟他说的。 宁志迁说是自己不好,对不起。 坐在沙发上的阮刘正说没关系,以前自己上大学的时候,母亲经常给他做一些卤味什么的,他吃不下就会悄悄送给别人,或者倒掉。 所以,他能理解宁志迁的举动。 站在窗口的宁志迁转过身来,说没必要每天给他送饭,他在单位食堂吃饭很方便的,他这样会让他压力很大,主要是他也辛苦。 阮刘正眼睛里勤着泪水说,知道了。 学校运动会上,最后一个项目是学生的爸爸妈妈两人三足大赛。 为了让宁想满意,宁志迁和阮刘正将各自的一条腿绑在一起,开始比赛。 宁想堪称助攻小能手啊,走上去说人家的爸爸妈妈都互相搂着,他们也要这样才行。 宁志迁才伸出胳膊搂着阮刘正的肩膀。 宁志迁人高马大,走起路来大步迈开,也不看看阮刘正能不能跟上,两人这搭档太不默契了,可把阮刘正给难受坏了,直到摔倒一次,宁志迁才放慢了行走节奏。 在宁想一声声爸爸妈妈加油的助威中,阮刘正还是坚持着走完了比赛的全程。 气喘吁吁的来到宁想的面前,阮刘正表示抱歉,没能给他拿到奖牌。 您想拥抱阮刘正,说妈妈已经很棒了,没关系的,给他点个赞。 看到这和谐的亲子场景,宁志迁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 回到家,阮刘正躺在床上发愣,母亲走过来问怎么了,俩人吵架了吗? 把事情说开,不就行了,要说宁志迁对他女儿不好,他不相信,大不了也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。 这小两口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?有句俗话,夫妻没有隔夜愁,床头吵架床尾和。 阮刘正的父亲在客厅里坐着,捏手捏脚地靠近过来,想偷听一下母女俩闲聊的内容。 这时宁志迁登门,岳父赶忙给女婿打招呼,还喊一声老婆的名字, 然后就跟老婆一起做饭去了,给小两口留出单独相处的空间。 宁志迁走进屋,朝躺在床上的阮刘正微笑着扭扭头,意思是让他起来。 阮刘正立刻喜笑颜开,坐直身子,伸开双臂,等着宁志迁给他一个拥抱。 宁志迁驾车,说自己买了电影院,去看电影吧。 阮刘正坐在副驾驶,很愉快地接受邀请,两人一起走进电影院。 把宁响哄睡着,阮刘正的衣服被弄上了颜料,他就脱下来手洗了, 然后只穿着内衣在屋里碧柜中找来吹风机,想将上衣尽快吹干了。 宁志迁回来了,直接开门进入,问阮刘正怎么穿成这样了。 阮刘正反问,谁让他现在回来啊? 这给他弄了个措手不及。 宁志迁则怪,他这么大人了,就不知道找件衣服穿上,穿这么单薄着凉了怎么办? 看到阮刘正拿着那件湿衣服挡在胸口前,宁志迁去衣柜里取出一件衬衣,直接扔在他的头上,让赶紧穿上吧。 宁志迁表示感谢,说阮刘正帮他带孩子,辛苦了。 阮刘正说,他回来了,那他走。 宁志迁问,阮刘正穿成这样,怎么出门呢? 阮刘正进屋给宁想盖过被子,转身离开时,宁想一把拽住他的胳膊,问妈妈今天能不能不走了? 然后,变着法子想让妈妈留下来陪他。 等到阮刘正躺进被窝里,宁想又死气白赖地让爸爸也跟他们睡在一起,他要一边挨着妈妈,一边挨着爸爸,这样睡起来才最幸福。 阮刘正手捧一大树鲜花,在医院走道里看到宁志迁跟同事们一起出去庆贺,他是那么激情澎湃,笑逐颜开,跟平日里他看到的那个宁志迁,全然不同。 阮刘正很惊讶,下意识地用鲜花挡着自己的脸,让宁志迁一行人从他面前走过去。 宁志迁路过时,还特意朝那树花看了两眼,丝毫没看出来花朵后边是那个很在意他的阮刘正。 看着宁志迁渐行渐远的背影,阮刘正落泪了。 原来在他面前总是打不起精神,疲惫不堪的那个宁志迁还有另一面,要不是今天亲眼看见,都不知道他还会笑得这么开心。 看来自己在他的世界里,真的很多鱼。 阮刘正简单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情绪,将那树鲜花放进了垃圾桶里,转身离开这伤心之地。 看到患者家属终于出现了,阮刘正问这两天他们去哪儿了,为何一直联系不上。 蔡大妈在楼梯间摔倒,昏迷了,医院给他做了手术。 蔡大妈的儿子开始闹事,说自己前段时间进行了投诉,阮刘正等医护人员就怀恨在心,伺机报复,才导致他母亲出了意外,他要追究责任,骂人之外,还要出手打人。 为了不让宁智谦受到牵连,阮刘正将录制的视频发布在网上,简单自我介绍之后,说自己现在北亚医院戒掉,宁医生是他的老师。 作为当事人,他有义务说出事情的真相,澄清那些不实传言。 事发当天,不清楚楼梯间究竟发生了什么,但事实是宁医生为了抢救蔡大妈,连夜做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手术,他们只是默默无闻,工作在自己岗位上的普通人。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,网络的力量可以这么可怕,能够快速捧红一个人,也可以轻松毁掉一个人。 由于一些不实传言,就毁掉一位优秀的医生,否定他的所有努力和付出,那对大家是不是都不公平了。 宁智谦看到这段视频,感触颇多,他扭头看看躺在沙发上睡着的软流症,内心涌起一股暖意。 后续剧情,且听下回分解。 感谢观看